過去十年中國崛起,中國泱泱大國,去年十二月底公佈的數字,說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去到三十三萬億美元。 我不明白為何香港政府似乎將中國形容成為一個落後的小國,由山寨往來管理,現在發生天災,人禍天,我們一定要送上溫暖,否則災民是完全無得救的。 中國缺乏的不是錢,中國缺乏的是廉政。 你司長說我們要送上溫暖,我們要送上人情,我們要送上血龍於水的感情,可以理解。 但是你也最後提到,希望大家信任香港政府以及當地政府。 就是信任這兩個字,是信任破產。 如果我們這樣捐款,是益了一些貪官污吏,真是要捐,我個人肯定,我最相信的救援機構,真正的救援機構,不只是說慈善的,叫做無國界醫生。 我會自己去捐,我就不用香港政府,香港人納稅公帑的錢之概。 你說政府將會有監察。 在文明社會最好的監察,是第四權,即是新聞界。 我請司長看看今天明報的頭版頭條,說如何ICAC當年的頭,是自己其身不正。 你再看看蘋果日報今天的頭條新聞,說我們如何捐錢給一間學校, 你如何向香港當時的善心,2008年,敏村那一次,來交代。 我們是應該去到230億的,那一次的捐款。 傳媒的監察,我們每天都進不到去再區,隨時被人打的記者,監什麼策啊? 你說被核數師報告,有幾多人相信是北下南來的數字。 有關公司那些錢有關。 假期,既然是北下南來的那國人, 共和鴨雷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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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鴨雷。 而且另一位項目,是為了再區, 有關公司的人。 比較 texting,既然是消息的。